环保工作不能独善其身 武南长沙的岐济之宫大老远 到江西乌厂村 逢人就熏导爱香爱地球理念 那个有扣电池 如果我们不小心把它扔在水里 它会污染我们600吨的水源 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一生喝的水 就被那一扣酒喝进去自然 纸可以再利用 塑料也可以再利用 但是这个如果倒在地上 就对我们的反应也很难 实作实操的一个学习 他们感触就非常深刻 他们能够马上的就能够接受 这些环保的理念 甚至包括行善行孝的理念 此期在民风淳朴的乌厂村 进行九祖祠原建记乡村振兴计划 以环保慈善言文与教育理念 带动发展 以传统文化来提升村民的素养 以慈效精神建设乡村的文明 以志愿精神来促进乡村治理 以环保意识构建宜居家园 村民凝聚力量 为打造美好乡村努力 大家新闻知识美知公王美水 刘燕金 胡慎永 江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